看看新闻网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 我们的一直关注的马航客机失联的一些情况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9分37秒 马上8点了 从北京时间的8号凌晨1点20分到现在 马航的客机MH370已经失联超过了54个小时 机上的200多名乘客仍然生死未卜 那么目前的中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不断的增加的救援力量 扩大搜救的范围 我国派出的三艘专专业救助海事船舶 正在赶赴一次失联的海域 包括目前离失联海域最近的南海救115和 紧随其后的海巡31南海救101 除了这三艘专专业救援船舶以外 我国的一艘商船中远泰顺海轮 已经在昨天下午9点 昨天上午的9点抵达了并开展了搜救工作 此外搜救马来西亚师是失联航班 目前是马来西亚失联航班 增援兵力也尾随出发了 我国导弹驱逐舰 海口舰和两栖船务登陆舰 昆仑山舰已分别于 昨天下午的4点15分和5点 从三亚湛江军港起航 向搜救海域方向前行 目前越南方面也正在尽全力 对失联的MH370航班进行搜寻 而昨晚 西华社援引越南年轻人报的报道 在马航客机失联海域参与联合搜救的新加坡船只 昨天下午发现一些漂浮物 目前越南一架直升机已经到达了 被认为有马航失联航班可疑漂浮物的区域 但是没有任何的发现 另一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昨天在马来西亚 吉兰丹州附近海域发现了大面积的浮游 马海事部门那一派船前往相关海域 提取样本进行检验 以确定是否属于马航MH370机型的用游